这位身材矫好的女生 它会图是什么样的行业呢 它果然是人体摄影模特儿 但是所谓的人体摄影模特儿 为什么叫人体呢 因为它三点全漏 对 没错 三点全漏 观众朋友们 你知道人体摄影模特儿的 职业性骚扰是什么吗 你有遇过有人对你毛手毛脚吗 对 我没有想要聊一句 应该是不可以碰的 只能看说你能不能摆一个什么 对 只可以用嘴巴 指灰 指灰 嘴巴来指灰 对 指灰 那还可以架子吗 本周人不可貌相 为您推出最青春 七年级美少女 欢迎 女性17岁162公分47 CK 好可爱 好可爱 十分钟 欢迎沈嘉靖 19岁170公分 哇 哇 哇 身材好好哦 哎呦 好可爱 美少女最严苛的择友条件会是什么呢 第一个 年收入要百万 男朋友耶 男朋友耶 因为还没结婚 你看看 所以已经变成他们第一个择友的条件了 第二点 第二个呢 第二个要会做家事 哦 你真的是没有交过男朋友想会讲出来的话 你是要交男朋友还是要找个仆人 对啊 第三点呢 就是 嗯 什么都要很好这样 凡事要优秀 哎呀 那我可以介绍几个修道院你可以找 他都出家上的 没有这个好男人 你经过美少女最搞笑的演出吗 我们先来一睹为快吧 Other's saying it's golden and judy If I told my truth something's happening 观众朋友们 你知道他唱的是什么歌吗 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 Are you ready 听个声音乐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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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 火山 火山 大家欢迎收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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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获了时间 希望大家立刻看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这个节目啊 依然是我们全国第一名 冠星 好 好 另外观众有没有觉得我们的支持 对啊 我还记得莎士比亚讲过的那句话吗 我告诉你 我刚刚不太熟耶 不熟是吧 我也只见过他两次面了 是 念喜剧科总要认识我们的老大哥嘛 对 这个就是我们俗称业内的主师爷喔 是 讲了一句话 哪一句话呢 一场成功的演出 最重要不是表演者 最重要的是 观众 Thank you 谢谢你们 谢谢 厉害厉害厉害 再来感谢他们 一起来先介绍我们的衣食父母 好不好 厉害这一边了 我们的乔光技术学院 欢迎 好多漂亮的女生喔 好多这个 他们班上听说只有两三个男生而已 对 对 难怪我觉得你今天来呢 录影的时候就心情好像特别 特别好特别有 非常的亢奋 很有精神 那担难了 有一件事情 陈琳你们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怎么说 就是献哥 可不可以静拍一下献哥 骑哥你的脖子怎么了 而且他的嘴唇 嘴巴是长那个 浓泡是不是 什么浓泡 喂 然后脖子 这个就是俗称的种草莓吗 有吗 有 有 不要再讲话 这哪里是草莓 发誓这个绝对不是 不是吗 真的不是啦 让我细细看 不要不要不要 小心 你要喝到人家的口水吗 喂 喂 喂 这你说出来啦 不要乱讲啦 那不是啦 那个 那是什么 那个是蚊子叮到 真的啦 那个女的叫蚊子 大家记得了 好 明天又头条了 我真的 他有 你很喜欢跟动物类的传匪 有吗 一下子就是蜘蛛女 一下子就是蚊子 见你个大头鬼 今天来了五位 我们一一来介绍一下 第一位 一起欢迎这位算是新朋友啦 要自己介绍 我也是第一次认识他 欢迎郭世偷先生 郭世偷先生 郭世偷先生 你好 他就是蚊子的师兄 是吗 小心嘴巴上的泡不会好 我以为是郭世偷呢 那个 不是 郭世伦 好 加油 好不好我们也希望成绩 这个相当不错啦 谢谢 好 第二一位 我们一起来介绍这位 如果只知道他的名字的话 那就怪怪啦 因为现在都一定会冠夫姓 不要 他的夫姓是 开玩笑的 不要 姜哥 我来做主 人家是偶像歌手 不要再开玩笑 不要这样的 我来做主啦 不要啦 一起來欢迎 吴张玉华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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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翻脸喔 翻什么脸 你会被气球这样代表 你真的喜欢人家 为什么你这个 不会你认真起来了 从小我喜欢的你都要跟我抢呢 蛤 这没礼貌 那你来介绍他好了好不好 没有你就介绍就好了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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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看过你这么害羞耶你 你脸都红了 你看 你专辑都带在身上了 你看 多下流 你看 张玉华在你的心目中是什么样一个女孩子 很有实力很会唱歌的一个女孩子 对对 他的歌听说你都会唱 没有啦 蛤 没有啦 不要再问了 你 我也害羞 没有看过Dodo 比这个样子耶 这个男的有点变态 你看 你在什么时候突然间 发觉你的心弧里面 有了这个涟漪呢 你动了真情啦 没有啦 因为开玩笑 他动了胎气咧 动了真情 讲一讲你心目中的玉华 他很可爱啊 很可爱 对啊 你眼睛完全不敢往你的右边瞄 你什么时候发觉自己深深的爱着他 别乱讲 我们都一直问男方 再问一下女方 来 玉华你也讲讲看 现在有没有想吐的感觉 对 什么想吐的感觉 没有 肚子还很饿 Nono这样一个男生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不要说肚子 他的外套很好看 外套 对 但人呢 直接就带回去 没有啦 其实你们可以先当朋友 对不对 Nono是一个很不错的年轻人 对不对 现在也已经 我外套不穿了 也已经在南港国宅 买了一个豪宅了 厚厚 那你房地产很贵的一瓶六十几万 哇 他买了两瓶 喂 他都去新家站 你还买卡位的 我买两瓶 妈妈 妈妈跟他两个住在一起 但他们都站着睡 加油 要问一下那个玉华出新的专辑 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专辑名称 同名专辑 也是张玉华 也是斯兰 但是那个好好听 我不会飞对不对 对 哇 那个歌真好听 我不会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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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 会不会唱 哦 生气了生气了 喂 喂 喂 这只烂狗 为了一个马子 竟然连他大哥他都敢骂 你吓这话吗 那你唱我听听看 蛤 我不会飞啊 好啦 他自己来唱比较好听嘛 好 玉华唱一下 我不会飞到我慢慢的走 董董他看着你也 也有点寂寞的我努力的过 总有一天给我时间 我会从思念里自由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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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实力的 还蛮有实力的 我本来其实一开始以为你是在开玩笑 是 但是我看到布布的反应之后 没错 我觉得他真的是动了真情 人啊 这个眼神是不会骗人的 真的耶 紧张成这样 那么自从Nono喜欢上玉华 Nono你在干嘛 你在干什么 Nono你在干什么武器 你干什么 阿醋会喷干冰嘛 对 他的算我的 阿醋 Nono跟玉华的喷一下 喷一下 厉害 好啦 赶快来欢迎这位 原来是我们这个Nono的旧爱 三角关系 欢迎徐杰儿小姐 大家好 杰儿也是新歌嘛 对不对 新歌叫什么 新歌 好多手喔 好多手 来一首嘛 我们大家听听看好不好 叫他飙高音啊 有有 八度音喔 飙高音 你们两个要学一下啊 陈寗跟阿雅 好 好 预备 去 是好是坏 谁能说 什么是对错 我只想把爱情当作享受 不在乎那最后的结果 重点是 那结果 好吧 重点是他看起来很轻松的感觉 对 那两个都有出货唱片嘛 有 少女团体嘛 都有 那个台湾rap女王嘛 对 都了解了 那少女团体现在 不在乎 預備 不在乎那最后的结 可以吗 可以吗 还可以吗 我心里满难过了一次 我现在终于知道 为什么少女组合 这么容易就解散了 那憲哥你也来一下嘛 我当然要来一下 你先 好 他就是要看我出完结 預備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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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一个 我有点要唱 不 我奶奶要过戏 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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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过戏 快点 你要来一个啦 我也要來一個 對 不在乎 不是假的 不是假的 可是要 你怎麼了 終於知道為什麼憲哥要主持節目了 我們還是暢笑歌手 拜託 大家好 我們是 買單位了 我們趕快來看我們第一單元 好 還有 介紹一個人 你玩得太開心了 這個給我注意到也算是辛苦 你幹嘛 一起來歡迎娜絲小姐 不是啦 蛤 歡迎瑞恩 哈囉 大家好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你叫他娜絲 他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對 他是娜絲 周杰倫的師妹啊 你看起來就一副很會唱歌的感覺 那傑倫的歌你會不會唱 會 他的歌還是他寫給我的歌 就像傑倫 傑倫寫給你的歌 好 白色羽毛 白色的羽毛飄動 陣風的過去絕動 不再去重溫舊夢 是我的衣冠作風 白色的羽毛被風吹動 靜靜的飄落人情自動 我目送你的承動 表情裡面有笑容 謝謝 好會唱喔 會唱 這首歌好厲害喔 今天才18呢 21 20是嗎 我 那就還好 18 18了好 算是中年了是不是 她非常有信心有沒有 我們這個台灣的女孩子 其實你們也都很棒 對 但是要有信心 對 有沒有 好不好 你看 停了半秒 好不好 好 好 還是被嚇的才回答 對呀 真的要好好加油 對自己有信心就是成功的開始 沒錯 馬上進入第一單元叫做 是真的假不良 好 奇人亦是大宿命 猜猜誰說的是假的 那麼接著下來呢 真的假不了 我們今天總共有三位來到我們現場 對 二真一假猜一猜 兩個真的一個假的 大家一起來猜第一位 美瑜小姐 歡迎 美瑜二十歲海美人 哇 好漂亮喔 OK 哇 真的也太好了吧 歡迎 下半身 好直 好漂亮 謝謝 上半身 短腰腰耶 好像害我的心 在什麼時候 也是我愛大自然 對啊 這個美瑜小姐 今年二十歲 是 台北人 三圍 三十二 F 哇 二十三 三十三 好標準的身材 相當厲害的身材 請問郭世倫先生 你覺得他從事什麼行業 看這個樣子應該模特兒 很接近 對 Nono你覺得他是什麼 以他的穿著打扮 一定是製作單位設計的 你們節目這麼好看 怎麼用這麼笨的呢 對不對 一定是行業與外表不符合嘛 才會這樣子嘛 對不對 什麼行業 應該是模特兒 喂 講來講去 還不是這個 好啦 後面不用猜了 果然是人體攝影模特兒 但是所謂的人體攝影模特兒 為什麼叫人體呢 因為他三點全露 哇 是嗎 對 沒錯 三點全露 三點全露 是 先趕快跟他當好朋友嘛 是 先跟他當好朋友 我們已經是好朋友了 可是想要知道就是你拍的那個照片 是走什麼樣的路線 為什麼會要到要全身都裸露 他大部分是以藝術的角度下去拍 然後是以曲線為主 你已經做這個行業有半年的時間了 對 第一次拍照 忍不住在大家的面前 放屁 對 情況是怎麼樣 這樣好糗喔 怎麼會這樣 對啊 很糗 因為 而且什麼都沒有遮攔的狀態這樣 很緊張啊 聽說當時留了長頭髮嗎 頭髮還飄起來 沒有那麼誇張 好像 他緊張就肚子痛 好像便風在前面要放幾個指條 那是你 後來 他就是緊張啊 然後就肚子痛 然後就怪怪的 然後就不小心就這麼給他 還有前一天沒有吃麻辣鍋 啪 出來 哇 那很恐怖 你會不會覺得拍你的人 他心態上有一些問題 對 要了解一下 根本看你全裸的 然後只是純欣賞 他根本不是為了藝術會不會這樣 這種人也是有 可是畢竟是少數 比較少數 他就是 來就是帶著傻瓜 甚至是便利商店買了就來了 就買那種一盒幾十塊 一百多塊 極可拍那種 就來了 對 甚至有的人他來了帶了傻瓜 然後裡面也不裝底片 就站著這樣 就看啊 就一直看你啊 好尷尬喔 好尷尬喔 你們的這個終點費是多少錢 終點費喔 一個鐘頭大概可以賺多少錢 一萬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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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有遇過有人對你毛手毛腳嗎 對 我沒有想要聊去 應該是不可以碰的 對 只能看你說你能不能擺一個什麼姿勢 對 只可以用嘴巴 嘴巴來指揮 對 對 我們到底有點長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 我們給他擺幾個POSE看看好不好 好 面對鏡頭連續18拍 預備 MUSIC YOYO 大家可以從他的動作跟POSE來看出 一群肉的模特兒 你相信嗎 身材真的很好 謝謝 一號美瑜 是一位三點全肉的攝影模特兒 而且從事這一行已經有半年了 你相信嗎 帶來是我們第二位 林姿余小朋友 YO 歡迎 林姿余八歲台中人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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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你好 歡迎 大家聲音好的舞蹈 你好 好可愛 那麼幾歲開始接觸人體攝影模特兒 喂 他才幾歲 他才幾歲 小朋友不是啦 不是 三個都是 是 我嚇一跳 你好 那麼這位小朋友 他竟然是小小攀岩高手啊 你會攀岩啊 真的嗎 真的 你有沒有騙我們啊 沒有 真的嗎 你八歲而已耶 台中人 你有得過什麼冠軍啊 或什麼之類的 浮輪杯的冠軍 浮輪 就是 那個輪椅可以攀岩是嗎 沒有 浮輪是喔 我直接踹鼓勵就很恐怖 還直接輪上去 浮輪杯 台北市極限杯第三名 真的嗎 對 還有得過吉安特親子杯冠軍 很多 還有得過台北市中和杯高爾夫球比賽冠軍 好 有清楚喔 有清楚喔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眼前這個文靜漂亮的小女生 竟會是個攀岩冠軍嗎 好 觀眾朋友們 世上最聰明的神犬即將登場 本週人不可貌相為您推出最青春 七年級美少女 歡迎 歡迎 呦 女星儀17歲162公分47 嘿 嘿 哇 好可愛喔 哎呦 十幾歲 歡迎沈家靜19歲170公分47 哇 哇 身材好好喔 哎呦 這位小小朋友他竟然是小小攀岩高手啊 對 你會攀岩啊 真的嗎 真的 你有沒有騙我們啊 沒有 真的嗎 你八歲而已耶 台中人 你有得過什麼冠軍啊或什麼之類 符輪杯的冠軍 誰教你的 誰教你 說謊 誰教你爬的 攀岩 教練 教練 教練啊 你爸爸媽媽爬不爬 不爬 不爬 真的好笑喔 因為很難爬 育華聽說也是會攀岩啊 真的嗎 是啊 你都爬哪一種 石山啊 就是那些 對 很難耶 你整面牆就這樣爬過去啊 對啊 我看不要啦 這麼會爬就不要 運動好啊 將來對你不好 運動好啊 我可不可以問多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攀岩呢 因為小時候啊 我就很喜歡爬上爬下的啊 所以就開始學這個 長大沒有工作可以當小偷啊 喔 可以可以可以 而且呢小時候啊這個 帶去公園爬到路燈電線桿上面去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家人以為被綁票不見了 真的嗎 對 那怎麼樣 然後有一次啊我就是小時候我去山上的時候啊 然後 然後我就爬到一根 一個樹上啊 然後到時候媽媽 媽媽就找不到我啊 以為我被綁架了 被綁架了 2號林志瑜是一位小小攀岩高手 而且還曾經獲得吉安特親子杯的冠軍 你相信嗎 好 再來歡迎第三位 讓我們出來給大家猜猜了 這一位很厲害 歡迎趙小鳳 小姐 趙小鳳 40位是台北人 哇 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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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嗨 嗨嗨嗨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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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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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聽說很聰明是吧 對 非常聰明 聰明到什麼樣的程度 其實黃金內犬載狗的那個 智商排行來講是第三名 第三名 第一名是哪一隻 第一名叫做邊界牧羊犬 對 邊境 邊境 邊境牧羊犬 那一種狗奪口 就是這守邊境的時候 牠可以認出來 敵人跟自己人 而且牠們上廁所是 站立起來的 這樣不一樣 這樣不一樣 沒有啦 沒那麼厲害 牠們聽說很厲害 第二名是貴賓犬 很特別對不對 第三名就我們這個黃金烈犬 有沒有 這一隻 我們這隻 第三名的牠曾經很厲害 牠現在很害羞 牠竟然可以認識ABC 你們相信嗎 比ABC還要多 還要多 對 26個字母 字母牠通通會 對 因為我小時候 我們去住美國 然後我教我兒子認ABC 那牠就很自然地在旁邊學習 那牠就很自然地在旁邊學習 其實我也不曉得 牠的認知會這麼好 唉唷 對 結果牠就學起來了 那你怎麼會發現牠會認的 那你怎麼會發現牠會認的 因為有一次我跟我兒子說 把W拿出來 他竟然跑去把它拿出來 因為我不相信我再講另外一個字母 他竟然又把它拿出來 所以我很確定牠已經認識了 那你有打算把牠放到這個世界上去 跟大家做一點研究嗎 或什麼 不用研究 牠的智商就是這麼高 就是這麼高 好可愛 而且牠穩定度很高有沒有 對 非常乖 看到那麼多人牠也不會害怕 可以一直在瞪你耶 他喜歡靠在人的腳邊這樣 在這個位置上面 你這樣瞪我 我是很沒有安全感 而且牠嘴巴已經張開了 肚子餓了啦 你不要把我那個當作狗餅乾好了 你口就餓掉了 3號body是一隻會認英文字母的狗兒 而且26個字母全都認得喔 觀眾朋友們 你相信嗎 好 那麼注意了 到底牠們三位當中哪一位在說謊呢 給牠們15秒的時間做決定 請思考開始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可以從牠們的言談舉止間 看出蛛絲馬雞呢 究竟這三位誰說的才是假的呢 大家趕緊來猜猜看吧 好的 好 來 我們看一下 郭士文先生你的答案是 1號 你覺得牠不是人體攝影模特兒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看牠在走所謂台步的時候 牠的臉其實有點羞澀 我覺得人體模特兒最重要的是 牠既然已經三點全露了 就是牠在面對攝影機的時候 牠應該是很大方的 牠沒有拍臉啊 牠沒有拍臉啊 我真的沒有在拍臉 有吧 牠應該是整個body加上那個 還是有的 對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樣 所以你覺得是牠 玉華你的答案是什麼 2號 小小攀岩高手 牠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那些人工的也是距離很遠 所以你要爬你必須要很長的一個身體 才可以趴 所以這倒睡不起來 以牠的size根本不可能 我相信 對啊 蠻困難的 因為牠妹妹的表情說 好啊 你再不相信我啊 那我就挑一下 來 Nono你覺得你的答案是 3號 1 2 3號 3位出現3個不一樣的答案 為什麼呢 我覺得狗看得懂ABC 那就叫牠來教英文就好了 你覺得牠只是單純長得漂亮 我跟你講啊 海豚 海豚會認ABC你信不信 海豚會那個算數我知道 對啊 所以狗狗都有可能啊 怎麼會不可能 狗又不是海豚 來 吉爾你的答案是 也是2號 我覺得 我覺得妹妹好像在背稿子的感覺 就是問牠一些事情 牠好像在背 而且我覺得牠的背力啊 那些肌力應該沒有那麼強壯可以跑 喔 對 瑞恩的答案是什麼 也是2號 對 因為剛才牠好像忘記 牠應該講什麼東西 就是有一點背的感覺 欺負小朋友 妳得過什麼冠軍 無論背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演講比賽 我 好 了解 來賓 來賓猜測的結果 大多數的來賓都選擇了2號小妹妹 答案真的會是牠嗎 我們快回童內瞧瞧吧 那到底哪位是假的呢 我們現在馬上來公布我們正確答案 倒數5秒之後 正確答案請往下走一步 計時開始 5秒 4 3 2 1 請揭曉 3號 好 真的 對 牠不會認ABC 那麼 我都被騙了耶 我也覺得牠會 認什麼ABC 我比狗聰明吧 不會 不會 這有什麼好驕傲的 所以正確答案是我們3號 這狗不會認ABC 好不好 那麼今天既然來到這邊了 看你也肉肉的好不好 就3杯一下 不只3杯4杯 好大隻 這狗是你們家的一份子 對 我養了4隻 這是其中1隻 其中1隻 但是也沒有什麼特殊的才藝 主要就是說跟人類很接近 對 事實上牠會很多東西 不過真的ABC26個字母 牠真的不用學 因為我沒有教牠 沒有教牠 所以剛才都是虛構的 妳教牠搞不好就是也不會 會 對 妳有把握嗎 我下次再來 好好好 好 再一次謝謝 我們來看1號的同學們 照片 好嗎 照片 就是人體攝影模特兒的圖片 超精采 人體攝影模特兒的作品大曝光 我們先來一度為快吧 美的展現了 對 妳看這個會不會很生氣 對啊 一樣是人 為什麼人家是頭拉骨 妳是傑安特 你聽過美少女最搞笑的演出嗎 我們先來一度為快 觀眾朋友們 你知道她唱的是什麼歌嗎 更精采的內容 更精采的內容馬上開始 超精采 人體攝影模特兒 作品大曝光 我們趕緊來看看吧 這就是人體模特兒美魚的個人作品 美魚說 因為對自己身材的曲線相當有自信 因此才想進入這一行 來為自己留下美麗的欠影 全裸的寫真對美魚而言是一種藝術的表現 不但留下了自己青春的相貌 同時也將自己完美的曲線全都收錄下來 也算是記錄自己的一種方式 觀眾朋友們 今天也算是大開眼界了吧 好 身材好好喔 LONO你在期待什麼 LONO 沒有啊 沒有沒有 那你 右邊有人在叫 對 你好 反正就這一切了 那麼剛剛我們觀眾朋友看到有馬賽克處理 因為這個礙於這個尺度的關係 但是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 好 這就是美的展現 對 你看這個會不會很生氣啊 對啊 一樣是人 為什麼人家是頭拉骨 你是傑安特 沒關係啊 這個來自方常啦 對 好 我們二號小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VCR 竟然會攀岩 你相信嗎 他個子就這麼小 人家是小小的攀岩高手 請看 小小攀岩高手全紀錄 我們現在來到了一處攀岩場地 這個攀岩場場地高15公尺 速度約50樓高哦 今天林小妹妹就是要在這裡為我們表演 話不多說 我們趕緊來看看她攀岩的風采吧 為了要證明林小妹妹她不但速度快 伸手矯健 製作單位特別請到一位喜愛攀岩的成年人 來跟她一起比賽 看看誰會最先到達頂點 果然不一會功夫 林小妹妹就像蜘蛛人似的迅速往上爬 並且還領先了一起比賽的成年人哦 最後當然就是由這位小小攀岩家林子瑜獲得勝利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也覺得相當的厲害呢 她就是今天介紹的小小攀岩高手林子瑜 而她得獎的證明再再顯示她實力的象征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對她也大感佩服 而且再也不敢小看這個漂亮的小女生了呢 你看 你看 哎呀 永遠不是泰山啊 哎呀 這個小妹妹果然厲害對不對 對啊 還有自己的興趣是最重要的 對 不管是什麼好不好 你剛剛還在那邊逗人家說 下次有機會帶我們去攀岩啦 對對對 好厲害喔 你覺得學了攀岩以後 是不是身體變很健康 對 很厲害對不對 以後下次你要經常當我們推廣的小天使 好嗎 好 好加油啦 長大以後可以像姐姐一樣 你看 身材那麼好對不對 你看姐姐有沒有媽媽的味道 有沒有 好好好 謝謝 也謝謝我們一號姐姐 再次熱情掌聲謝謝她們 馬上慶祝掌聲 下一單元就是 人不可貌相 海水魚哥斗糧 人不可貌相 好 有 我們來講 我們來講的七年級美少女 哇塞 其實長大有一點點感慨 感慨啦 就是歲月不饒人 真的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這個經歷 就是從那種人家說 哎呦你怎麼年紀那麼小 還是妹妹 然後到現在人家會叫你有個姐啊 有個哥啊 對啊 憲哥 憲姐 建國的是不是 沒有一定要叫憲爺 或憲叔叔 憲叔叔 剛才叫憲太爺算了 不過你本身是七年級 對啊 但是我是算是七年級頭了 就接近六年級 我是七十三年次 對啊 已經夠小了吧 對啊 這很小嗎 所以有沒有看到 我們藝能界有很多這個 198幾年生的這個 對啊 很年輕的女生 她們有一個特色 就是啊 這倒是耶 為什麼呢 生長在比較優渥的家庭嘛 對 現在生活的條件 各方面都好 就是在我們這個年代 我們這一輩子 就是我們這一輩子 媽媽都還跟你講說 我們以前生活有多苦喔 你不知道我們怎麼苦過來 對 所以我至少還有聽過 但是現在八幾年出生了 其實都已經完全沒有那個印象 沒有那個這個危機意識 對不對 除了這個還有什麼特色 世倫 你覺得 你覺得七年級的 有什麼特色 我覺得對於金錢的觀念 價值觀比較不好 對 因為有了卡啦 對對對 刷卡不給錢這樣子 對 很多人卡都刷爆囉 對 唉唷 那NONO呢你覺得 以我們這種 這一輩七年級的來講 你六年級了 不要賴他 你是六年級的嗎 對啊 六年級了 六十幾年次的 這是人家的秘密 你的秘密我們還沒看過 喂 七年級的比較想 會享受 比較懂得享受 對 比較不能夠吃苦 而且可以接受新的事物 新鮮事物 勇於嘗試一些有的沒有 來 瑞恩你的看法 我覺得會比較獨立 女生會比較獨立 比較獨立 不會想要那麼早結婚 對 有沒有 越來越晚婚 所以現代人大家普遍都比較晚婚 真的 你希望幾歲結婚 大概28以後再說 28以後 那快了明後年就是嗎 我現在二四年後 你希望幾歲結婚 大概30歲以後 你看 跟我們這樣兩個就有差別了 那你要考慮嫁了出去的問題 對 人家說女大不中流 但流來流去 她還流成仇喔 這個就要特別注意 那憲哥你自己在跟你小孩子溝通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覺現在小孩子跟你那個時候不一樣 現在小孩子好早熟喔 他們非常早熟 因為他很多新鮮的事物灌進去 他已經變成小大人了 對 不相信我們今天介紹幾位了 好 但是呢有模特兒的心情上 他們來判斷到底呢 他們這五位當中 哪一位才是他們心中的 這個七年級的美少年 受膠寵 同時也是一群在電視機前長大的孩子 而且常常使用電腦與科技產品 是一群新興網路族 此外在心理特質上 七年級是一群具有下列特色的青少年 他們具創意不喜歡被控制 而且喜歡刺激 常常追求立即享受 同時懷疑自我與社會體制 因此時常眼高手低 但事實上他們更需要愛情關心 而演藝圈中就有不少七年級的代表唷 才藝美少女丁文綺對音樂及未來 都是個很有主見的新興人類唷 而搞怪美少女陳語心 她無厘頭的搞笑方式總是令人印象深刻 此外超人級女子團體SHE 她們獨特的表演風格和開朗的個性 深獲大眾喜愛 今天人不可貌相找來五位超漂亮的 七年級女生 請大家猜一猜 在一群模特兒心目中 誰才是真正七年級的代表呢 好 記憶太棒了 你看我們這個七年級 她們有這麼多的裡面 她們或許跟現在這個很多人都不太一樣 對 真的 我們現在馬上來介紹她們 到底有哪一些跟我們現在的朋友不一樣呢 歡迎第一位王麗汝 歡迎王麗汝 17歲153分 分數是十一分 哇 七年級 她發育好好喔 對啊 是她的笑容 對自己你有信心 跟大家say hello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麗汝 王麗汝 厲害厲害 然後 然後什麼 然後很高興來參加這個節目 對 今年貴根 17 唉唷 唉唷 17歲啊 叫阿姨啊 對啊 真是的 那麼157公分 45公斤 從小參加合唱團啊 對 念女校的 對 還沒有交過男朋友 對 還沒有 一般來講 七年級生都會比較早交男朋友 會不會 妳們對於愛情觀是怎麼樣 對 隨緣啊 然後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人 隨緣是吧 對 那妳會跟出家人做朋友 有看到路上的人在畫園 唉唷 她太好了 出眼了 老高 站在這裡吹風曬太陽 妳這邊有沒有跟妳同年齡的同學 已經開始在談戀愛了 有啊 有啊 比例多嗎 還好 還好 選擇男朋友的條件是哪幾點 第一個 年少路要百萬 男朋友耶 妳聽聽看 妳聽聽看 所以已經變成他們第一個 只有有的條件了 對啊 這個月薪要八萬塊以上就對了 八萬十萬 才有辦法百萬啊 年收入 第二點 第二個要會做家事 喔 妳真的是沒有交過男朋友 會講出來的話 妳是要交男朋友 還是要找個仆人 對啊 不只要會做家事 妳還要出去上班 賺一百萬回來 對啊 好可憐 第三點呢 就是 什麼都要很好這樣 凡事要優秀 對啊 那我可以介紹幾個修道院 妳可以到哪裡 妳可不出家算了 沒有這個好男人 應該不會年齡上也有限制吧 還好 不要差太多 那麼同學都喜歡F4 但是他沒有那麼庸俗喔 他喜歡的是 尼克漢 那麼會跟同學自己演偶像劇 MVP情人 對 這是妳們一天的生活就對了 沒有 因為上課太累 對 上課太累 然後所以又演演戲這樣 那妳希望妳將來是想做什麼 我以後想當社工 很有愛心耶 這一點倒讓我們這個 蠻佩服的 蠻佩服的 為什麼想當社工呢 因為現在像社會上有很多那種 小孩子被虐大啊 或者是有流浪害啊 然後不然就是遊民 或是什麼的 這倒是真的 對啊 這個才藝表演 金包銀的英文版 還有聲樂版 來 請準備 預備 去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掌聲給妳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好啦 還會聲樂 真的嗎 唱一下聲樂版 預備 請 愛情像一次自由的鳥兒 誰也不能夠馴服他 沒有人能夠抓住他 要 你就沒辦法 好 謝謝 謝謝 不錯啦 不錯不錯 好 給她走一個台步 好 可愛又青春的七年 基本上有名 有什麼特色呢 厲害了 這是我們的第一位 旁邊休息一下 馬上歡迎第二位 呂欣怡 歡迎 呂欣怡 呂欣怡 十七歲 一百十二公分 呂欣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謝謝 謝謝 觀眾朋友們 你聽過最另類的 最有條件是什麼 他說一定要 身高一百八十五公分以上 這麼高 為什麼有這種 為什麼有這種惡劣的想法 你的標準真的很高耶 不可以台灣駁魚 對 因為之前有跟一個 自己欣賞的男孩子出去吃飯 然後就是要請那個 那個獅子巾嘛 然後他就說 小姐請給我宿主禁 沒有 我一直感覺會覺得 然後一次就破滅了 一次就破滅這樣 對 馬上歡迎第二位 呂欣怡 歡迎 呂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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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呂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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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完全是生田公子路線的 這個甜美啦 生田公子因為她減肥 導致於突然間不紅 對 大家還比較喜歡她這個樣子 喜歡她這個肉肉的樣子 因為她們這個年紀有嬰兒胖 對 嬰兒胖不要煩惱 嬰兒胖啦 將來就更不得了啦 嬰兒胖啦 所以肉肉的 跟大家問候一下 開始 大家好 我是瑞希 她真的好可愛喔 好想要見你喔 她好像外國人喔 好混血 妳有混血嗎 沒有沒有 可是從小就被那種 大家說是混血的 人家都會覺得妳混血的 對 而且追她的人 單單校內 學校裡面就二十幾個在追她 沒有 那有點誇張 我最多一次是有六七個在追我 真的嗎 那一次是比賽全校的這個 田進 我跑第一棒 因為我跑得很快 後面六七個在追我 手裡都有拿棍子 因為是接力賽 喜歡哪一類的男生 喜歡 像陳冠希那一類的 陳冠希 對 果然是沒有可愛又帥的 這麼不切實際啊 NONO還比較快 NONO旁邊 要嚇人家 波士倫跟NONO 如果全地球只剩下他們兩個 你會選擇哪一位 都不要 還 還好 因為我們兩個 因為我們兩個是Gay嘛 剛好 我建議你那個 郭士倫當男朋友 NONO當寵物好了 對啊 我覺得不錯耶 真的不錯 你認為男朋友的條件要哪一些 要專情 專情 溫柔體貼 展相普通 中等以上 中等 如果像康康這樣 你會因此而自殺嗎 我 我 自殺 不會 不會 好 這能代表七年級女生的藝人是哪一位 你覺得 英文綺或SHE吧 對 英文綺就是很有活力的那種女生 SHE也是 感覺起來 對 年輕人的流行語是什麼 很多耶 你沒有一句你自己最想講的 你自己最想講的 真的很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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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什麼事情 真的很辛苦 對 錄影真的很辛苦 非常辛苦 對 你看怕吃苦吧 所以動不動就真的很辛苦這樣 對 最自信的一件事情是 選林宥威戲劇女主角 你去選過啊 選過 結果呢 沒上 好險 不然我們那個戲就沒得看 不會啊 她長得很可愛 她的戲Nono也有 很可愛 對啊 不看很可惜 看玩笑戲戲 對啊 裡面Nono是男主角之一 我知道 我知道 未來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麼 當空間 為什麼要當空間 就想要跟飛機飛來飛去這樣子 然後覺得制服不錯 盤子也會飛來飛去 對啊 都有一起的好不好 來 我們看她走一個台步 好 來 女星瑜17歲 162公分 47公斤 好的 謝謝 大家看得出來 她們當中的些許的尷尬 有沒有 好 旁邊休息一下 那是少女的休息 對啊 那個小女生嘛 總是比較休息 一起歡迎第三位 沈家靜小姐 歡迎沈家靜 19歲 170公分 哇 哇 身材好好喔 哇 哇 哇 好遠遠遠遠 你真的只有17歲 19 19了啦 19 那身高有170公分 47公斤 13歲就開始她初戀 你剛早 天啊 13歲就初戀啊 對啊 那時候國中嘛 才國中啊 嗯 那初戀那這樣不太好吧 太早交男朋友會不會 對啊 所以不敢讓人家也知道 喔 那現在呢還有男朋友嗎 有 幾個 一個 固定的一個啦 那她的 男生的朋友蠻多的 可能是妳做人的感覺上 還是怎麼樣 就 男生朋友比較好相處吧 喔 為什麼 就比較沒有心機啊 喔 很多美女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就怕女孩子會酸葡萄心理 對啊 而且她選擇男朋友的條件 有一點非常怪異的 什麼 很奇怪一點 她說一定要身高185公分以上 為什麼有這種 為什麼有這種惡劣的想法 你的標準真的很高耶 蛤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男生要高 就比較有安全感啊 可是而且她本身170公分也很高啊 也是 你看跟憲哥在一起 你看看那個 這什麼什麼哪一個 不對啦 欸 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感受應該還不錯啊 欸 婦女耶 有沒有 就很愛 或是西門町的那個老伯伯 對 洗完頭 擦頭髮的時候一定要帥 這選擇男朋友的 好奇妙喔 這真是頭一次 你是看那個 對…那個廣告是不是 吳彥祖對不對 對 吳彥祖 是嗎 對啊 不然包著一個頭出來 很娘娘腔 擦頭的時候一定要 要很帥那種感覺 對 第三點 不可以台灣國語 對 因為之前有跟一個 自己欣賞的男孩子出去吃飯 然後就是要請那個 Waiter拿那個獅子禁嘛 然後她就說 小姐請給我的宿主禁 沒有宿主禁 一直感覺會覺得 然後一次就破面 一次就破面這樣 對…就很想回家 就好像有些男生好帥 你看他很帥 結果他一轉頭 那褲子夾在那個屁股裡面 對 不可以就真的很糟 對啊…那妳要把他拉出來 你不好嗎 怪了… 所以這是他選擇男朋友的 這個三個條件 覺得全世界最帥的男生 是吳彥祖啊 對 吳彥祖 是嗎 而且吳彥祖身材有多好 你知道嗎 每一塊 喔 那個肌肉喔 真的嗎 對 撞 你很帥啊 有人說他是亞洲的那個 布萊德底特 滿帥的啊 對 所以你看這個很不公平對不對 那生下來就那麼酸 沒關係啦 憲哥 我也有這個困擾 你也不是靠外表啊 你也不是靠外表啊 我就是靠外表講話 想出國念書 但是朋友出國回來 英文沒有變好 台語卻變好了 他是去哪 去溫哥華 然後那邊就是 都什麼台中啊 高雄人比較多啊 他同學 東華小這樣 對… 在Vancouver 只有見面招呼是 嗨嗨 How are you 你去北京都 我給你… 對啊 我看到你 我台北啦 台南啦 你什麼 喂 叫你母子來這裡擲頭 欸 加拿大很大耶 美國很美耶 對啊 這樣真的不行耶 對啊 曾經有恐怖的追求者 每天監視他的行動 對啊 他就一直傳訊息啊 就是有時候綁頭髮 他就會說 欸 你今天綁頭髮很漂亮 然後就傳訊息 然後我都不知道他是誰 但是 他就 出現在你的中座 沒有 就傳訊息 就一直傳 就不停的傳 好 這種最恐怖啦 愛就說出來嘛 何必在那裡這樣 對不對 對 好 你有沒有覺得 我很面熟 他有個身影 簡訊高手 沒事 好 我們一起看他 走一下台風了 好 謝謝 好快哦 七年級 好性化哦 七年級的美少女 身材好妖得軟哦 我們來出席一下 現在歡迎我們 第四位王惟寧 歡迎 歡迎 光惟寧 18歲167公司 男生的王惟寧 觀眾朋友們 你知道 新年级美少女的爱情洁癖是什么吗 我们快来听听 到目前为止交往过的男朋友 还没超过两三个礼拜 真的吗 为什么 就是能有精神洁癖 就是说你是指的 精神洁癖 就是说 就是你会看到一点狭气 不愉快 对 然后就不舒服 你说很帅 但是他突然间抓痒快快 抠到鼻孔 你就好饿 然后就不想 没有 没有神经病 那是你讲的 那是我呢 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 节奏欢迎我们第四页王维宁 欢迎 欢迎王维宁 欢迎 第三岁 第四页王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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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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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有黏那个假睫毛 就是 纸的 对对对对对 我跟她现在非常流行 在你现在的世界都很流行 很方便吗 对 她是种上去的 就是醒来就觉得 欸什么我要去登台 真的吗 你要去登台 真的 你讲不好笑 就真的 就觉得自己要去登台 是吗 真的 我是醒来突然间觉得我要去钓鱼台 18岁 中美混血 轮廓很深喔 很厉害了 认为自己的个性 是愤世技术 有恋铺情节 你喜欢年纪大 你很多的男生 嗯 还好啦 有点大 有点大 多大 就真的还蛮大的好不好 你教过 你现在一直强调那个大会怪怪的 对啊 sorry it's ok 你最大可以接受到多大 几岁 大你几岁 相差 20啊 20岁 大你20岁啊 天啊 所以你有交往过大你20岁的男生 希望 希望是吧 天啊 这马上就一点怪伯伯会来信了 就是 到目前为止 他是最标准的月光族 怎么说 到月底就花光光那一种 哦 所以你自己赚钱吗 对啊 怎么赚 一定要把它花光吗 不是就 就 出去就没了 出去就没了 我相信他讲出很多人的心声了 懂吗 怎么奇怪 就钱就不见了 出去然后两个包包就结束了 他整个月没了 就两个包包 一个包包 可是这样很好 他不是花妈妈的钱 对啊 你现在靠什么在赚钱 就打工啊 在做什么样的工作 餐厅这样子啊 一个月可以拿到多少的零用钱 两三万而已 两三万而已 很多了 餐厅打工可以拿两三万 两三万那就真的是LV一个啊 是啊 对啊 还不太有找是吧 还好平常 休假时间少 哦 对 你要找一个男生说他养你 如果他可以养你 你就跟他在一起吗 当然不是 当然要感觉对啊 所以你 那个男生跟你在一起 懂于是人才两师就对 因为还蛮追的 很有想法的一个女生 对 我应该是他的目标之一吧 我再以为 那么 到目前为止 交往过的男朋友 还没超过两三个礼拜 真的吗 为什么 为什么 就可能有精神洁癖之类的 你说你自己是不是 精神洁癖 就是 你会看到一点瑕疵 你会 不愉快 对 然后就不舒服 然后就越看越到胃口 譬如说他吃饭会这样子 哐哐哐哐的 你又不能接受 那小事就是譬如说某些个性或观念 还有一些 譬如说很帅 但是他突然间抓痒 怪怪怪 抠到鼻孔 好饿喔 然后就不想 没了 没那么神经病 那是你讲的呢 我现在 那是我呢 哎呦 哪里 还是说什么交往两三个礼拜 然后不给你自由 你就会发现 对 然后 譬如说我很爱打扮 然后我很爱穿很漂亮 其实我穿很漂亮 就直接给他看而已 他就说 他就会觉得 哎 你穿这么漂亮你要去哪 你要去勾把谁之类 他根本就没那个想法 就是很高兴的穿给他看这样 吃醋嘛 然后你就觉得很不开心 那你还没有遇到你真的喜欢的 嗯 没关系还小啊 但他交男朋友有一个条件 长头发的一律不准 为什么 也不见 就是不要那种长发到就是 好像很飘逸 像朱孝天那种 吴建豪那个东西 爆龙那个有没有 那一类 不喜欢 那如果用那个艺人来举例的话 你觉得谁比较符合你的条件 对 嗯 伊旺麦奎哥 哇 谁啊 就那个 star word 那个 对 那个 可不可以讲国内的啊 对啊 国内的跟你想讲 国内啊 国内的讲有吗 国内有吗 哇 嗯 看起来没想到 不不不不不 sorry 就是不可委屈 sorry 很诚实的人 i'm so scared you chose me i wanna go die i wanna go die 好烦 第一次约会 如果男生没付钱 就不会再跟他出去了 哦 一种感觉问题 对 真的是感觉问题 就是 大不大方啊 然后你会觉得对 就是对我好不好这样子 对 其实不是在 对对对 真的是很要不得 受不了 真的 对啊 这样子 唾气到最高点真的 不知道在省什么东西 有 有 你也好 拜托 出去go touch啊 为什么一定要 就是 其实go touch没有关系 但重点是他有没有那个心理 对对对 他还没有开始不行就觉得说 那你今天有带钱了 对 你知道那种 好怪喔 将来最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不做事啊 不做事 安逸的过一生这样 对对对 总该要赚一点钱啊 可是不做事会很无聊耶 是啊 在家里真的很无聊 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就是 不要 不要工作是不是 也不是就是 就是你起码要做一些 就是想做的事情 不是为了工作 然后去工作 是 瑞恩差一点疯掉了 怎么样 就是不做事的朋友 你跟他聊一下 我觉得他很可爱耶 很可爱 因为他讲话很直接啊 没有 他没吃过苦而已 什么东西 你 喔 有 你看憲哥 有 什么东西都出来啊 蛤 你有吃过苦 你吃过什么苦 餐厅打工 一站八小时耶 八小时 然后就这样一直走来走去 八小时站一个 买一个包包 吃什么苦 你这样站在这 然后讲讲话 然后就有钱 对不对 还以为站八小时算什么 我开十八家餐厅 哇 有没有站过啊 没有 对啊 我是大老板 所以你就是这 这不是苦啊 其实他算不错 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人 想要去买那个包包 要不然就是刷卡刷包 要不然就跟爸妈咬 他自己去打 一股冲动就是给他刷下去 对 我不敢办他 不敢办 谁敢办 算不错 那还是要冲场面 亮开还是要卡 电话卡啦 健保卡 健保卡 百货公司优待卡 KTV租片卡 那是一大堆 但没有一张能刷的 加油啦 好 来我们看他走一个台步 感谢您的音乐 四号的王维宁 希望什么都不要做 就是做一个美美的演唱 好 旁边请大家来 谢谢 再来是我们第五位 范明秋 欢迎范明秋 那为什么走出来有点像要跟他跨骨的感觉 这个好像应收债款公司来了 对 你好 来明秋呢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范明秋 很高兴的话在这里跟大家亲密 大家没听到他说话的口音不太一样 对不对 因为他是我们的友邦 那个国家出产鸭仔蛋的地方 叫做越南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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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是从越南来的 是啊 自己一个人来台湾 是 我来念书的 来念书 听说已经来了十年了 十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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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个月国语讲这样子应该算蛮標準 真的不错 因为以前会在那边有念过 喔 脸好小喔 对啊 那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下到台湾来的 因为我比较喜欢学中文嘛 然后喜欢有机会出国 然后继续念中文 喔 对啊 就到一个环境 然后周围的人都是讲中文 觉得蛮高兴的 很有上进心 对 你是华侨吗 我不是啊 可是他看起来 他是纯越南人 看起来真的长得很中国的感觉 对啊 而且本身啊 这个他的偶像都是女生 许如云啊 周慧啦 孟廷伟 张青芳 吴宗贤是你的偶像 有有有 上面没写啦 我会写 上面没写我自己加上去 选择男朋友的条件是什么 我比较喜欢运动型的 然后有幽默感 然后不要挑剔 又会打到耳朵 有幽默感 又不太挑剔不太帅的 都是上面写的 可以啊可以 憲哥合格啊 我还可以 我觉得台湾女生跟越南女生有什么样大的差别 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独立吧 哦 对 然后她们也长得很漂亮 很会化妆 很会化妆 对 那越南女生比较保守 对 她们想法比较保守 哦 然后 因为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晚结婚吧 是晚婚 不用那么着急 晚婚 所以我们那边就是到24 25岁所以后就 哎呀 赶快找一个男朋友交好了 真的啊 再不嫁人就不行了 对不对 对对对 一般来讲她们那里真是这样啊 哎 不错不错 目前是靠奖学金过生活 哇 这个应该是算所有里面最疼吃苦的 因为离家背景嘛 然后这一个学期如果没有奖学金就挂点了 就没有钱了 对 是啊 因为一个人生活比较辛苦 因为你要就是料理很多很多东西 对 啊 我们在这一段访问她的时候 看到 有没有 来 老婆特别给她一个特写 看到她有没有 看后面那几个像不像鬼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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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对不起 刚刚光打那样 那么 在台湾过的最惨的事是回不了家 露宿街头 发生这种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鬼又来了 请说 因为 哇 有 不是啦 就是有蚊子了就是 因为有一天我就把把钥匙啊就放 忘在一房间里面没有带出来 最像鬼的美少女啊 然后然后跑到学校里面去睡 鬼 然后半夜又很冷 鬼啊 人家一直在讲她的对 后来就没有了 很冷 然后因为夏天但是有开空调 冷气嘛 所以很冷 我就拉那个刚起木来 来当Face Guy 对 然后蚊子有很多就睡不着觉 哎呀 提香背景啦 但目前来讲有没有男朋友 刚看你讲这段眼眶都红了 对不对 其实那是很辛苦的过去哦 真的很辛苦 还有没有 目前还没有 一个人只身在台湾 然后又上节目 连上节目都遇鬼 有没有 有两个背后 你站在后面 哇你看他 他吓死了 现在有没有男生追你啊 嗯 应该有吧 阿雅来抱一下 我看就知道快哭出来了 来阿雅姐姐抱一下 欢迎你来啦好不好 加油 有没有想过要回家乡去啊 回越南啊 我过年一定要回去啊 过年要回去 但是 没关系我跟你讲喔 你今天既然在上了我的节目 好不好 从今以后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嘿 怎样 我就觉得你这点伟大 你就找Nono好不好 好 你来找我 好 你来找我 我带你去吴宗益18家餐厅 坐在那边吃 都不用钱 一家吃两天要吃一个多肉 对 是是 好 那不管如何啦 我们带来一个才艺表演 越南流行歌曲 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一边 7 啊 这首你也知道 来来来来 手腕蜈蜂蜂蜂 这地男的众爱无双 走迈万种田窗 与人村 烦烦道自然 没有着迷人的尖河 爱卧无双卧无双卧 车没双卧 车没轮点的远杯 Tinh xuân ơi xin làm gió yêu mây để chỉ muôn quay về với muôn quay Tinh xuân ơi xin dệt nói yêu thương Nỡ bao nhiêu năm tình sống muốn hứa Này gió ấy cuốn tùng lãng rơi Vài nắng ngay trâu màu thơm ngơi Cùng những tiếng hơi đừng đang dâng chơi vơi Dù ta say trong tiếng cười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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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有機會 也帶我們到你們家鄉去看看 好不好 五位一起到前面 來 厲害了 到底這五位當中 在幾位model解決的心目當中 他們哪一位才是真正的 七年級的美少女呢 給他們15秒的時間做思考一下 開始 想一下 到底哪一位才是我們 模特兒心目當中 我們總共有20位模特兒會來做選擇 而在他們心中當中覺得 七年級的美少女應該是什麼樣呢 究竟這五位誰才是模特兒眼中的 七年級美少女呢 大家快來猜猜看吧 好的 來 郭世倫您的答案是什麼 四號 為什麼 太經典 經典 太經典的七年級女神 尤其他的回答是不是 對 就是說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環露那一種 不知人間幾乎那一種 集所有的優缺點於誰 哦 優缺點是吧 妳不要亂講好不好 我沒有看到優點啊 有啊 不是 那好像會咬我 玉華妳的答案是什麼 我要選擇 好 唉唷 不會吧 我很喜歡她 因為我覺得她真的很勇敢 然後我也明白就是你這樣背景 越南離新加坡比較近嘛 不是 就是離說地景然後再加一些衣服 我其實在就是熱帶的地區 你需要幫忙你跟我講一聲 好不好 就熱帶的地區來到一個冬天的地方 我明白 而且真的台灣的人他們很好 我在這裡也交了很多好朋友 對對對 這一點 鼓勵你 NONO也是五號 好 我們那個結尾是幾號 喂 沒有啦 蛤 幹嘛 幹嘛 付唱 付唱付誰嗎 我來講啊 你的答案是什麼 唉唷 就她決定 哇 喂 喂 就這樣公開啦 下流的死胖子 開文章就四號罵你 沒有啦 我們有文雅 四號人家選你 因為 因為我覺得她是那種 最典型的 七年級那種無厘頭的方式 對 無厘頭 而且不知人間幾苦 就是不管啦 什麼都不管啦 反正無所謂 今天開心就開心 越光光啦 一到月底花光光 不管 對啊 就是上班 對啊 反正老闆你把我開除 我把你開除你把我開除 對 然後什麼 然後就上班兩天 然後才跟他一個臉色 隔天他沒來囉 我哪有問題 然後他不會偷錢 不會 他品性很好 對 但收銀機不見了 兩天沒給我薪水 哇 他們那種是很恐怖的 傑爾 傑爾 你選哪一位 我也選四號 也是四號 我覺得 這是他的想法 還有他的個性 真的就很典型的七年級 就真的新興人類 很勁爆 很無厘頭 還有我覺得如果以model的標準 要來選的話 我覺得他還蠻有當model的身材 的那個身高啊 比例來講 他的臉色很好 臉色也不錯 就是應該model會覺得 蠻有當model的起來 啊 了解 了解 好 那瑞恩呢 一號 對 不同的男生喔 都差一點忘了你的存在了 好壞 好壞 給我的感覺 對啊 有一點 跟其他的女生有一點不一樣 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他講話 還要去當社工是不是 對啊 就是很偉大那種 那種想法 對啊 我看去當尿工 還差不多當社工 來賓猜色的結果 多數來賓都選擇了四號女生 答案真的會是她嗎 辨識基田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現在再回顧一下 剛才五位漂亮的七年級美少女的模樣吧 瞧她們超甜美的外型 還有自信的表現 都再再顯示出七年級女生的驕傲 而這五位超優秀的七年級女生 誰才會是今天七年級女生的代表呢 我們趕緊來看看吧 今天的評審團 就是由十位專業模特兒來投票表決 究竟誰才能夠勝出呢 請您拭目以待 好 失敗 豐狂蘿蔔吞 再戰江湖 等等等 太大衰不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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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還風中我往前走 你不為抽取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往前衝 好 失敗 更精采的內容馬上回來 馬上回來 7年級美少女入位舉選 Hello 大家好 我是楊澄霖 今天我們仍不可貌相的 跳選主題是 7年級女生的代表 那今天呢 我們評審團非常的堅強 因為請到了10位 受過專業訓練的 非常高挑身材 腳好長得又美麗的 評審團們 就是專業的model們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的評審團 就是由10位受過 專業訓練的model所組成 她們將投票選出 今天最具代表性的 7年級女生 好的 那我們現在呢 就請5位美少女 自我介紹 請到1號到中間來 來 告訴評審 你叫什麼名字 大家好 我叫王立如 王立如 你覺得呢 你本身對自己的自信 就是你對自己 最有自信的地方是哪裡 還有自己的特色是什麼 我覺得自己 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在眼睛 然後覺得我 非常特別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 妳講話 很搞笑吧 那妳就擺個可愛的姿勢 給所有的評審們看好不好 1 2 3 哇 好青春喔 好 謝謝 那麼2號妹妹 請到中間來 她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她有點像 孫田公子妹姐 就是笑起來 甜甜的長得很可愛的 那妳覺得妳自己 最有自信的地方 還有最有特色的地方在哪裡 眼睛吧 眼睛吧 眼睛 妳要不要到前面 向評審們拉個票呢 因為 因為我才17歲嘛 所以也沒見過什麼大場面 所以會有點小害羞 所以如果大家有扣我票的話 會倒是 所以就謝謝謝謝啦 想不到2號 柔軟的拉票方式 獲得不少評審們的青睞 而3號美少女 正準備要來一段台步 不過在走台步之前 我們先來看看 專業老師的示範 哇 雅倫 雅倫姐姐 身高應該是有180公分 體重應該只有35公斤吧 清細的身材 好像又如此冒昧 非常謝謝雅倫姐姐 在看完了老師的示範之後 3號走起台步來 是不是也有模有樣呢 而評審們也以熱點的掌聲 給予回應 接著我們來看看4號的訪問 4號美眠 你叫什麼名字 黃維寧 維寧啊 他就本身是那個 中美混血人嘛 那你覺得這有特色的地方 在哪裡 你講了 無厘頭 就是無厘頭 你已經開始了 自己覺得無厘頭的4號 他會用什麼方式來拉票呢 我們趕緊來聽聽看 我拜託各位大姐姐們 好不好 就看在我比較害羞的份上 然後就抽一票吧 謝謝 聽完了4號的拉票 身為越南美女的5號 也準備了一首越南歌來送給大家 5號這首越南歌曲不僅深深打動評審們的心 也贏得不少評審的好感 到底評審們心目中7年級女生應該是怎麼樣的呢 我們快來聽聽看評審們的說法 好的 請問一下你叫什麼名 海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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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海峽你入行多久 差不多三四年了吧 那你覺得美的定義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美出自信啦 跟個性 跟個性 好 那你覺得那五位當中 你比較欣賞那一位 我比較喜歡5號 因為我覺得她滿有勇氣的 她是外國人啊 對 對 所以滿有勇氣的 好 謝謝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黃一芳 一芳 請問你入行多久了 大概8年吧 入行8年了 那你覺得啊 像你現在看到很多青年級的女生啊 你覺得她們都具備什麼樣的特色 特色 我覺得她們每一個都 都莫名其妙的自信 就是也不知道自信什麼 對啊 我覺得因為小女孩嘛 那就是可能出生之父不畏乎吧 對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建議大家 還是多出手自己比較重要 那你覺得這五位當中 你最欣賞哪一位 最欣賞啊 其實我覺得看起來 我會比較喜歡2號這一型的吧 很可愛 很可愛 好 謝謝 在聽完兩位評審的說法後 我們再來聽聽同樣也是青年級女生的她 會投給幾號 我比較喜歡2號 2號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很可愛 然後自然羞澀 就出來有點羞澀 可是很可愛 謝謝 謝謝財穎 謝謝 想不到十位評審裡就有兩位選擇了2號 而這位模特兒又會有什麼建議給大家呢 其實在我的感覺青年級女生應該是更有表現自己 但是今天我覺得我都沒有看到非常的表現自己 因為既然大家會想到她這個節目 所以一定要不要害羞 如果說她還在那個電視機裡面說 我很害羞 我覺得真的太激了好不好 青年級女生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覺得青年級女生應該要外放一點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如果說以這一點來看5號真的是在這個地方會非常好 所以你是裡面最欣賞的是5號了 是 好的 謝謝 好的 聽完十位評審們的意見 現在就要請她們開始進行投票 請問你們準備好了沒 好了 謝謝 好可愛 好 那現在就開始心急投票 投票開始 十位評審將手中的一票投給心目中理想的人選 究竟這5位誰才會是今天真正的青年級美少女 我們趕緊來看看投票結果吧 投票結果 1號1票 2號4票 3號1票 4號2票 5號2票 觀眾朋友們答案就是2號哦 好的 結果已經出來了 雖然我們只有十位評審 但是2號依然以4票而當選 恭喜2號 她就是真正的青年級女生代表哦 5位都很棒耶 對… 其實她們每一個都相當不錯啦對不對 很可愛 但對自己要有想法 對自己的未來要有規劃 這倒是真的 是這樣 雖然人家說啊 這個計畫永遠沒有辦法超過變化 但是只要肯努力 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沒錯 不可以天天在家裡 茵茵沒待字 茵茵沒待字 這樣就不好 不經老人言就吃虧在眼前 對… 我們希望她們好好給她加油了 再次謝謝她們熱情掌聲給你 謝謝… 馬上接著我們下一番給鄭主持人 九九神功 喊水不可得了 考驗你的機智反應能力 九九神功 瘋狂蘿蔔蹲遊戲規則說明 每一位參賽者分配一個代號 當自己的代號被喊中時 便要做出相對應的動作 如果沒有急急做出反應的人 則接受前面噴射的懲罰 所有的大來賓們可要當心囉 好厲害了 發生了一個瘋狂蘿蔔 厲害了 我們大家都有一個 玉華是超人嘛 厲害 水母 大象 妳是什麼瑞恩 小白兔 小白兔 琪琪 還有我們這邊星星 男生跟女 不要穿 穿插一下 穿插一下 男生女生跟 不要站在一起 東東這裡還有位子啊 對… 找位子穿插一下 來… 男生跟女生 對… 在這邊吧 幹什麼 來… 他在修什麼啊 對啊 真是的 好啦 站上… 很可愛 好啦 請準備了 大家每一個人都要有一個動作 好不好 動作一定要做得紮實 不然的話懲罰就出現了 小白兔動作是什麼 小白兔蹲 先生 小白兔蹲 小白兔蹲 欸 注意看一看 蛤 妳的TEMPO是嗎 小白兔蹲… 小白兔蹲完 小白兔蹲 就這樣好不好 琪琪來一下 琪琪蹲 一… 對… 好帥喔 好帥喔 但妳就聽… 妳就看起來像馬桶蹲一樣 一按沖水來 大象蹲 一邊 請 大象蹲 大象蹲 喂… 喂… 妳這好像日本槍鋪啦 嗚… 我們在搞是那個龐大 當然越來越活潑 水母來 預備 請 水母蹲… 唉唷 厲害… 這個蹲得好像不… 你還要再蹲下去 因為水母要飄動 對啊 還要再… 看得好吃虧喔 好運 好運喔 為什麼要搞這麼誇張 對 琪琪怎麼不用動 你根本就進鋼吧 預備 起 起 喂… 像話嗎妳 叫人家不要誇張妳自己 馬桶… 超人…來一下 預備…起 差人… 差人… 好棒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不要緊張 不要緊張 好… 氣了 好啦 大家請準備了 現在馬上要來開始 從大象開始 預備… 大象蹲 Go 嘿… 大象蹲… 大象蹲… 水母蹲… 水母蹲… 第一點… answers… 青星蹲… 西西蹲… 西西蹲… 西魚之蹲… 西aching蹲… 大象蹲… 大象蹲… 新星蹲…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超人蹲… 讓我猜渴… 什麼 怎麼 他說什麼 他說小朋友蹲過來水母蹲 只是做了超人的動作 好狠喔 好了好了 已經好像長流了細膜了 可憐的瑞恩 因為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因此慘遭淘汰的命運 話不多說 我們趕緊回棚內看看 下一位又會是誰呢 戰況越來越激烈的 瘋狂蘿蔔蹲 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究竟誰才會贏得最後的勝利呢 請拭目以待 哎呀 家家賈贏的部分 好 那 預備 水母開始 預備 GO 水母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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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星蹲 星星蹲 七星蹲 七星蹲 大象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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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星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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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衣襯 玩超人蹲 超人蹲 超人蹲 這 Pun Deusunder玩大象蹲 大象蹲 大象球玩 上魚蹲 裝魚蹲 裝魚蹲玩 裝魚蹲 大象蹲 大象蹲玩 金星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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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快一點 十二年前 十二年前 裝魚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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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討厭 這點 起乡之吞 起乙都玩超人盾 超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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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盾玩水母盾 水母盾 水母盾 水母盾玩大象盾 大象盾 大象盾 大象盾玩 犬子盾 犬子盾 起乙都玩天室 起乙都玩其乙都玩 起乙态 起乙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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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象盾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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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大大大大大大大ira 我并非非非非非非非 不断在我身上 好 失败 芜 obsce的阿鸽 明明自己是张职 还应将自己变成了水母 好啦 聪明反备聪明污 我看你还是逃不过淘汰的悲惨命运吧 现在我们将头上的牌子来个大调动 不但要重新记住自己的名字 还要熟悉一切的动作 难度可说是越来越高了 准备了 现在超人开始一辈 七 超人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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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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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降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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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洗衣机蹲 洗衣机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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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新蹲 洗衣机蹲 玩洗衣机蹲 水浮蹲 水浮蹲 玩清新蹲 清新蹲 洗衣机蹲 洗衣机蹲 玩洗衣机蹲 洗衣机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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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他人蹲 超人蹲 快点 再快点 超人蹲 水浮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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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衣机蹲 徐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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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O哥好偉大喔 愛的力量真偉大 對啊 尤其NONO 手 手一邊抬起來的時候 就是看到她的坐姿 厲害 她竟然為她犧牲這麼大 好啦 恭喜兩位一起淘汰 好不好 熱人戀愛的張玉華 就連受懲罰時 也頻頻受到NONO的照顧 真是太幸運了 來 來 大家知道 目標 各位 各位朋友 目標只有一個 超人 水母 大象 還有星星 超人盾 超人盾 對 對不起 我再開始 你看 我再開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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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沒有幫我擋一下 你都沒有幫我擋一下 有啊 我擋他 蛤 什麼話嘛 好啦 再來一次醜一號 醜一就有這樣的結果 那醜一就被這樣子了 好 預備 那你到底是什麼呢 沒關係 超人 太厲害了 這樣 大家都看不到是什麼對不對 一 二 三 四 超人盾 超人盾 超人盾玩星星盾 星星盾 星星盾玩超人盾 超人盾 超人盾 超人盾玩水母盾 水母盾 水母盾玩風人盾 超人盾 超人盾玩水母盾 水母盾 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 游戲已經進入到了白熱化的階段 瘋狂蘿蔔 越來越傾向瘋狂的極致 究竟下一位失敗者會是誰呢 大家好 我們要再快 再快 超人盾 超人盾 大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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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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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誰 啊 對象不是一個折果嗎 你們兩個人都罵人 超人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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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平手了 平手了 好了 好不好 真的 太厲害了 好啦 今天就算平手了好不好 好玩就好了 總共現在這三位了 再次謝謝他們 下過節目時間 繼續回到我們的 我猜 我猜 猜猜猜 1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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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